而在秀林乡赛德各厨文史工作者田桂时 秀林乡带连翼龙在泰管处油气服务客巡山园 王永春等人的陪同下 从中横的回头湾出发 重返了梅园竹村的陶塞部落 进入梅园竹村摊坊残破的步道 一路历经了断桥、攀岩、人力吊挂 横跃、湍急溪流等多重的危险 耗时十多个小时的艰难路程 抵达梅园的竹村陶塞西河街部落的祖先居住地 为竹人请命 恳切请求中央和泰管处上级单位 以及地方各部会单位 重新开启这条对台湾有着重大意义的归乡之路 过来要重返梅园竹村陶塞台地 秀林乡赛德克组文史工作者田桂时 修营下面代表林英龙日前在太广处 游气福克、巡山元、网永春等20人 进入梅园竹村摊坊残破的步道 一路历经断桥潘岩、人力吊挂 横业湍急溪流等多重危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条路已经断了将近12年的时间 也造成我们的族人非常的不方便 那因为我们的祖先 包含我们的一些墓地祖灵都在上面 那结果去美眼竹村这条路 在前几次的一些会议 龚文吉立法委员在泰管处这个会议中 也特别提出这个预算的问题 可惜性评估之前也评估断了 将近要花五亿三千万 经费非常的庞大 那我们修理相公所对这个回家的路也非常的重视 包含我们的泰管处以及中央 应该是吉利大家一起 就是集市广义如何解决这个预算 包含可信性的替代道路 极力要为我们的族人争取 那公共门单位我们全力配合 地方政府也全力配合 包含我们的业中央单位政府 也更请你们肯托你们 来协助我们族人相亲朋友 让我们可以寻根回家的路 协议下面的联容表示 族人们安全回家的道路 留与道路修缠经费约5.3亿元 需要庞大的经费来挹注 他也会继续为族人们请命 寻求立位孔文吉 欢迎政府和族人相公所协助 协议好最好的最便利的方式来解决 来实现主人们地方的需求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